主要是反映了些什麽問題 你們怎麽樣要做 其實今天我們辦這個講座的目的 是想提供一些心理支援的教育 一些資訊給朗程村這裏的居民 因為前兩天發生了一個槍擊事件 他們可能受到一些困擾 或者一些擔心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做的 就是給他們這些資訊 如果遇到這些突發的事件 可能會有什麽的心理和情緒的反應 我們第二件事跟他們說的 就是這些情緒反應其實是很正常的 隨著時間慢慢慢慢過 也都會慢慢慢慢淡化的了 也都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 如果過一段時間 例如過一個月 這些情緒都繼續出現的話 就可能需要一些深入的支援 我們社工和我們的心理學家 都會提供這個支援給他們 有些什麼反應是有什麽問題 有什麽憂慮 今天來的我們分兩部份 我們有一部份就是一個講座的形式 講座其實基本上 他們不是受到什麽很大的困擾 不過是想認識一下 一些情緒的反應是怎樣 可以怎樣幫助自己 出席這個講座 其實絕大部份的參加者 都是出席這個講座的 有甚至五十人 另外有四個 他們基本上是住在發生事的樓層附近的 他們那個影響就可能比較直接一些 大一些 這四個我們提供了一些小組 和個別的一些支援給他們 例如他們有什麽情緒 他們有透露 這四個人例如出現了什麽的情緒 是 他們就因爲 在事發的時候 他們在現場 還有也都看電視 也都看到電視上高 拍著在升降機裏面 就是出出發生什麽事 還有事後也都會有警察 來去探訪他們 去訪問他們 所以譬如他們出現的反應 就是入升降機 他們會害怕 就是會擔心 會想起一些現象 想起一些情況 還有6月1號發生事的時候 也都會有警察 有警方的人員 去爆破 有槍聲等等 他們都會回憶那些畫面 會害怕 入升降機會害怕 還有晚上會睡不著 或者上班的時候 想起一些事件 都會有一些警方之類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 對我們來說 是一些正常的反應 尤其是你和那些突發的事件 越接近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反應 那正如我剛才說 我們提醒他們 就不需要擔心 就讓自己慢慢做一些 平時做開的事情 那可以和人聊又行 可以自己做一些運動 保持一個正常的作息 健康的飲食 一般來說 這些事情 這些反應就會慢慢過 但如果是持續的話 他們可以繼續找我們 我們都會繼續和我們保持聯絡 謝謝 謝謝 謝謝